你看這題目 原本班的同學一週的讀書時數 全班最多為25小時 最少為10小時 平均為14小時 中位數為15小時 標準差為2小時 今王老師於月考前再調查一次 結果發現同學們均拉長為1.2倍 且再延長1小時 則再次調查之 試求第一小題全距 第二小題平均數 第二小題中位數 第四小題標準差 首先我們看第一小題 要求全距 那麼原來的全距 這等於我們用25去減10 那麼這等於15小時 那麼 新的全距 我們要算新的最大值 與新的最小值 那麼這新的最大值 我們是用10 去乘以1.2 去乘以1.2 再加1 所以呢這等於12加1 這等於13 小值 所以呢這新的全距 我們是用最大值 我們是用最大值去減掉最小值 所以這31 所以這31-13 我們算出 這等於18小時 我們可以看出 這個答案 那麼這裡我們可以看出 當這兩個相減的時候 這加1加1 這相減 這是消掉的 因此呢 這平移 並沒有影響到全距 所以 18小時 我們等於是用15小時 去乘以1.2 就可以算出來 所以呢 全距 不受到平移的影響 但是受到 這縮方的影響 接著我們看第二小題 那麼我們先清除一下畫面 第二小題 我們要計算平均數 那麼我們使用這個公式 這新的算數平均數 這等於 我們放大比例這是1.2 然後去乘以原先的這平均數為14 那麼再加1 所以呢 這等於1.2乘以14 這是16.8 那麼再加1 所以我們答案為17.8 單位是小時 這個答案 接著我們看第三小題 那麼我們先清除一下畫面 第二小題 我們要計算 新的中位數 那麼中位數 它的計算 跟這個算數平均數的計算 所用的公式是一樣的 所以呢 我們是用1.2 去乘以原先的中位數 這是15 然後再加1 所以呢 這等於18加1 我們答案是19小時 這個答案 接著我們看第四小題 那麼我們先清除一下畫面 第四小題 我們要求新的標準差 另外這裡我們使用這個公式 這新的標準差 這等於 這等於 這是1.2 取絕對值 然後去乘以原先的標準差 這是2 所以呢 這等於 1.2 去乘以2 所以答案是2.4 小時 這個答案 是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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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